大家午安 早安 全日安 有我许禅之外 还有我们初试提升 试试讲佛经的澳洲小时王真bc 大家多点赞 多点支持他 最后还有一点想说 关于恶人 恶事这方面 其实他们怎么做就一件事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我还记得大家看到了 我们在画面最底下放了16个字 诸恶莫作 终善奉行 自证其义 是诸佛教 大家对于这个讲法是怎样的 这么多的大字可以综合佛教的干扰 究竟是怎样的 希望大家要明白 最重要是不要做那么多的恶事 要做一些行善 这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真的要拿个心出来去行善才是 有很多我们都说过了 例如那些什么果 什么四方果 就去做其他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都要把自己的衣服放出来 然后要带着四方果 这样才行 有时候这些 究竟是想怎样 我们自己心知肚明 有人就说 我不想指名 有人就说 无神论者最恶 就是说这些坏东西最多 其实不是的 我告诉大家 其实真正最坏东西的人 很多都是 表面上是很虔诚的教徒 你不要管佛教徒也好 伊斯兰教徒也好 基督教徒也好 天主教徒也好 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的人 他们通常 我不是说全部 通常有些人是很离谱的 其实是 他们就在人家面前 就假扮到 真是首善之家 其实这些操作 骗子是会用的 所以我们也要说 有些人是要警惕的 怎样呢? 就是借宗教的名字 去行恶事的人 他们还有很大条道理 说这些是做好事的 我告诉大家 这样就非常非常大事 这里也要多谢阿玉和阿英 几天都没有见过你 阿玉和阿英 终于都见到你 因为今早我也特意 看看你有没有来到 神旺第一线 有没有来到 不要紧 也要多谢Forever Friends 你的支持 为什么我说 有些人表面上 是很虔诚的 反而是很坏格的 其实不只是我说的 这些是可以找到事实去揭露 有时是 刚才我们放了一张照片 其实看得到 我们网友和这些四方果 那个分别在于哪里 就是我们什么十网众生 违善罪落 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大家玩一下 开心一下 并非要求鸣 刚才我们说的 叫财息鸣食碎 我们不是说希望这些 其实是希望大家 是一些的行辞 一些的辞念 正知正见 不要有这些邪见 老实说 他们这些 为什么要大行旗鼓呢 告诉他们 我四方果来了 那些 就要整好那些很大的头 虽然 那个样子和他真人 差很远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都是玩的 你猜自在是要出名吗 我们刚才也说的 盲向 人家一走过都不知道什么 是不是要来打错字 是不是想写芒果 究竟会不会走入福庆文 是不是有芒果卖 不是这些 其实我们不是想怎么样的 希望都是大家去修善积福 这个才是最紧要 刚才提到 证信的因果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做到 子恶行善 诸恶莫作 作众善奉 这样最好了 关于这些人间的福报的业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我们自己人生的生死痛苦 得到永恒的安乐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去自正其意 刚才我们说到的原因就是这样 一定要清净了自己污染的心灵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去欲佛的时候 就是佛但欲佛 其实是想洗去自己心灵的污染 这样去断除一切的烦恼 这些就为之叫修行的一切的善法 这个希望大家要去明白 再说下去 人人都可以真的彻底清净到的话 就可以去到一个人人本具的佛性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习念 没有想过这些坏东西 这样才可以的 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去探讨 究竟还有什么方法 去做好自己 对吧社长 是的 不过我想到最后再说一说 不要说无神论者怎样怎样 这个我自己的看法 你要了解多一点 因为其实佛教这一件事 其实都是无神论的 我告诉大家 事实就是佛教都是一个无神的宗教 事实上是 他有那些护法神的 但是其实会不会有一个神在这里 整个佛教的体系 其实你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 佛教的体系其实没有说 那个神会惩罚你的 不是那个神惩罚你的 是整套因果系统 会运作 所以你做过什么 你就会出事 他是不需要有一个神的 我要告诉大家 所以如果你把这件事 去到说有神论和无神论 这个我也要 不好意思 有些网友真的有点误解 佛教不是一个有神的宗教 许刘先生我没有说错 没有 没有 佛其实是讲一套系统 主要就是那套因果系统 这个因果系统 就是前世今生来世 他看这件事 就是很有慧根的人 才可以看完这三世是什么 但是当然我们凡夫俗子 当然是不行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凡夫俗子 就是做的事 我们经常说 我们很多时候是粗浅的 但是那套系统 一些粗浅的了解 我们也是有的 就是 如果有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一世人都不够运 就是信佛教的人 有些人一世都不够运 但是他不是真信的 你知道吗 有些人就好像传统 中国某些宗教 就是他求神 求神 他神就是收了钱来帮你 这样 这种其实就不是很妥的 我也要在这里说一点 不好意思 我明白了没有 就是有条件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一开始 为什么我们今次说 大哥 你去欲佛的时候 记住 不是说你临完佛之后 下午去买足球 晚上就会中 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要记住 我们是要佛教 是要教导我们知道 世间有为法的无常是要怎样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 要将佛的菩萨 教导我们的道理 再传给其他人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一节的佛誕声闻呢 希望可以藉着一个时间里面 和大家一起谈一下 可能大家有点不明白 就好像在现在 我们都是一个恩怨祭会之下 大家互动 所以社长就进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 就是这样 本来我还以为我要做神魔 不是神魔第一 sorry 讲了 是正向下午茶 但我看到你们还在直播 接着我就想想 算了 明天才做 不要紧 因为这一件事其实是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人 看到现在有困难 现在生活有困难 他就很容易会怨天由人 也看到世道很不公道 世道不公道是真的 世道从来没有公道过 我都要告诉大家 现在你看看有很多东西是不公道的 这个社会 是的 那大家尽力让它公道一些 对不对 尽力去公道一些 那你说是否无神论者 就不可以让社会更公道一些 其实就不是 其实我自己认识很多社会主义者 都是无神论的 他们都不信有神这一件事 其实信不信有神 不代表一个人会不会作恶 我都要告诉大家 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很谨慎地去说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网友 都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或者是无神论者 但他们都会做好事 那一套 不好意思 那套因果系统 不理你信什么 如果从佛教的角度去说 佛教的角度就是 无论你信什么宗教也好 那套因果系统 佛教说的那套因果系统 在你身上也会有作用 它就是超越了宗教 如果他们的说法 我也要说回 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因为我其实不是佛教徒 但我挺了解信佛的人说的 你不信那套因果系统 不代表它不存在 它就是这样说的 其实佛教也有很多 没错 有很多故事 说回给大家听 那个因果是在于在哪里 好了 说完因果报应之后 就希望大家 那个叫做布施行善 就是你的心 种了些什么叫做心息下去 你种善因得善果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 如果西门子 你种那么多不好的东西 下去你的推特那里 那你那个推特下去的追踪者 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系统出来 还有一个不好的恶念出来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就看到 我们放了这张海报出来 即是今天的佛弹日 除了我们的盲向 刚才放了出来给大家看的 我们的盲向就代表大家 盲友和编辑部一起去捐贩 记住 不是说真的要我给多钱 那些才是给多钱 我们先说清楚 其实是大家平时支持我们 欣赏我们的讲过下胡说话 其实已经是一部分 所以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大家的布施 希望大家保持住那个布施的心 可能你说我都不断捉 不断看 不断欣赏 为什么我都是这样 记住 那个因果关系 不是即时就会见到 就是你向你自己的负责 就像刚才说到 这位盲友这样 他都愿意叫做关爱众生 他在这间海报导导 做关爱众生写日子 我们也都在刚才的时段也有提过 每一个人 他人生都有高低起伏 未必个个都是一帆封信 个个都是这么愿意的 就算他都知道自己 可能生活会有些什么 将来也好 或者之后也好 怎样都好 会不会有些什么不妥呢 但是他都愿意 去叫做布施出来 叫做关爱众生 都会去体谅得到 或者去念记得到 现在其他人 原来都是很需要得到这个叫做帮助 其实就是这样 也有些佛家道理说过 你很有钱 但是你很沽寒 你愿不愿意去布施给人 如果他走了之后 口里面还要含着一粒珠宝 很名贵珠宝 在口里面 你要这样去走 你有没有搞错 如果你这样的态度的话 你未来下一世 就不用寄望能够叫做大富大贵 或者叫做一个好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他会说很多不同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够叫做修善积福 就是这样的意思 石掌有没有补充 好吧 因为其实我不是专科的 这个 不过我真的不是专科 所以我也不敢说太多 其实大家没有错不错 其实跟我们的台 或者我们的盲向 希望大家都是向善 或者我们都明白的 现在可能很多风风雨的东西 很多恶言恶语的东西 可能有很多人 本来都支持盲向编辑的 都变成了一种恶言恶语 跟我们说回 什么抵你到今天 支持特区政府 你还不死 那些这样的 如果我们刚才所提到 我们自己的心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们真的初冲 我们想的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希望社会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叫做心识 我们的心识 中了些什么 我们希望日后的社会 能够怎样 等于这样 哪怕那些人留言 说社长日后 又说他骂人 说粗口 但我们就算 社长说得出来 如果是私底下的 都说了 日后我们都在讨论 如果疫情第五波 真的叫做完了 那个叫做 限聚令 那个再放宽 如果也是很多 叫做老友记 都叫做打了三剂 也都在这个大风波里面 四针 第四针 第四针 或者这个 软社风波 大家都明白了 软社风波有些什么 我们都不想 说些太不开心了 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一起去 再搞这些聚会 究竟是怎样搞呢 其实社长是 说得比较多 或者是会推我们 想去做多些 虽然你说 咬人呢 但是其实呢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 露友记 在第五波 疫情之后 怎样可以叫做最终 当然了 我们都要看回 疫情的放宽 究竟是去到什么阶段 我们才再想 这里呢 我们再一次答应大家 其实就算你说 什么 骂人啊 骂人骂到 我都不想再听了 但其实呢 想告诉大家 那个深色 种下去的深色 是想大家 社会好 多些人关注到 长者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 读多一点 大家的留言 有一件事 不好意思 我也想说一说 其实很少骂人 就是我们的节目 真实实 就是他们说 我们骂人 根本没有听节目 其实很多时候是 还有 还有 那个情况就是 有些人做的事 真的太扼述了 其实不骂他 是不是公道呢 有些人就说 他做了一件事 他自然 他自然会有恶报 那问题就是 有些事 是不会自然有恶报的 这个世界 我告诉大家 就是 每个人都是 在整套系统里面 运作着 这套因果系统 如果你相信佛 就是 如果你相信其他宗教 他就有其他一套系统 因为宗教 他对这个世界 宇宙法则的运行 他的善術 是另外一种的 但是 说到尾 就是 大部分的宗教 我不敢说全部 大部分的宗教 都是叫人去向善 以及 当人见到 恶事的时候 不是做音乐 不出声 其实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算 就是 信佛的人 也好 你见到一些恶事 不是说 他自己会有报应 这个因果系统会运作 我不需要 出声 不是这样的 如果 你是不用 动手的话 你也没有必要行线 你明不明白 那个情况 有些人的那种 说法 是不对的 这个系统里面 你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责任 我操钱的看法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会出声说 有些事情 说真的 你以为我们很想 叫James去找西门子的推特户口 是不是 没有人听的 其实我们 还很讨厌 我们有退订潮的 但是 谁知道 看见他竟然 竟然连小孩 连少女的东西 也有份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出声 你自己想一下 是不是可不可以不出声 不好意思 我可能 网上有点疾 我听到许流山也有点疾 有网友就问 这个节目可不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 不好了 要不就 明天再见 其实 跟许流山 他会不会有其他节目想做 或者我就 跟他再看看 有没有办法 一起做节目 好吗 好吗 许流山现在消失了 真是麻烦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自己说一说 因为我网上有点问题 现在回来 Youtube又不停打圈 有些网友看到 不好意思 这个情况 我没办法 其实有人说我讲粗口 其实节目里面 我比如说十几个中夜 可能才是一句粗口 所以 指责我讲粗口的人 他们是别有用心 我可以说 因为大多人是讲粗口 其实 许流山回来了 不如这样 尤其我们去到这个时候 有些网友看到 今天我们网向报的Facebook 有一张荷花的照片 摆了出来 咦 是不是我拍的 就是我拍的 也分享了两张 我在台南的白河区 白色的白 河流的河 有一个荷花田 我还很记得 有个朋友跟我说 不如去那里住一间民宿 第二天 带你去看荷花田 很漂亮的 不是吧 天蒙江 踩个单车看荷花 看到之后 发觉心亢神异 个人都开悟了很多 不妨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他都会解释给大家听 那个荷花 花开花落的故事 究竟是怎样 当你在这个神芒第一线的环境下 看到这个荷花 他的盛开 真的心情都会好很多 会好很多 是的 很漂亮 开完之后 接着就会收起 收起 接着第二天再开 如是者会有三天 接着就会没有了 就会变莲子 莲缝 莲缝 有个莲缝 还记得有个三宿公 大家搜索一下 百河区三宿公 就知道哪一位叫三宿公 他会带大家去看这些莲缝 究竟是怎样 撕新鲜的莲缝里面的莲子 给我吃 不是莲子羹 是莲子 很寒凉的 很寒凉的 所以小心点 因为它有个莲子心 它有个芯 那莲子心就可以清芯货 我也有买了一包莲子心 清芯货 但是很寒凉的 你自己小心点 下一点 不要太多 我还记得 哇 什么来的 绿罐罐 这些莲子 他还叫我吃 一吃下去 清甜无比 所以有时 我们不可以只看表面 或者不可以只看 什么来的 古灵精怪 有时真的要试过才知道 可能再回来了 或者真是 颅气了一点 听听社长说话 但是其实 究竟答真一点 那个道理在哪里 或者要说的在哪里 希望大家愿意去誓味 那我们今天 这个佛旦新闻 暂时来到这里 差不多 但要多谢一些网友 到最后都是要 最后都要多谢网友 因为现在看到就是 Garfield Liu Maylam 0707 Maylam 0707 和Maric Wong 再加上Poon Poon 多谢你们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 你也看到 Judy KYD就说 社长休息一下 今天母亲节和太太庆祝一下 汪奴就说 大声不代表没有你某一样 社长骂人 骂坏人坏人 不代表是错的 多谢你的明白 多一个人明白 或者看到这些说话 我们是很感恩的 多谢大家 今天我们先来到这里 好吗 好了 Toracef他就问正向下午茶 什么时候开始 我现在在想是 开不开始好 因为时间有点尴尬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明天晨汪第一线再见 这样会对我来说 简单一点 好吗 因为写了这个时间 可能又要再处理一下 一些公务 因为明天又是working day 是的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